嗨 大家知道我們要去哪嗎 我們要去澎湖 去幹嘛 我們要去參加 特斯拉在澎湖充電站的開幕 算是一個存電之旅的活動 然後大家現在可以去報名 我們會把連結放在下方 然後我們就是去體驗一下 看來整個流程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會開一台特斯拉的車 不太知道是哪一台 那我們現在去機場吧 Let's go 這是我第一次搭國內線 你是炫耀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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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是炫耀 這代表說我就是從來沒有 大家可能講說 意思是說它平常國內旅遊都是 只能搭什麼遊覽車或什麼 哪是 對啊 我就是只能搭遊覽車 你看起來超級專業的 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新玩具 你要不要跟我們介紹一下你的新玩具 新玩具 就是那個 我現在就是要去澎湖的存電之旅 然後大家可以看這本手冊 旁邊有了 也在上面 超酷的 然後這邊有一些行程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去跟著這個行程走 然後最主要就是體驗這個存電之旅 就是在澎湖的這個感覺 然後開著特斯拉Model Y 這就是我們昨天住的民宿 然後它裡面也有這個目的地充電站 就在 這邊 外面 謝謝妹妹 這是我們剛剛講到那個充電座 它是我們第三代的壁掛式充電座 可以做網路的連線 本身機器就可以OTA 管理更新 因為我們來線很輕啦 這樣很簡單 然後在靠近的時候按了一下 然後再打開 然後直接這樣插進去 它就開始準備充電 我們全台灣各地都有充電認證廠商 好處是它可以幫車主充 廠灘規劃安裝 一直到最重要的寶庫 那這樣的好處 會比起一般的水電在安裝充電座 更有保障 然後你可以隨時掌握說 這個充電座到底擁有多少度電 那像這樣的話要多少錢 機器本身是一萬九千元 安裝的話就是看難易度 然後我們的這個面板就可以換 Mao365總車色 那這個充電盤就有5總 然後其實現在它手機又隨時連線 所以很多時候你要使不一定在你手上 跟你手機一定在你手上 所以就直接這樣打開 全部電動開啟 超方便 然後你看它後面行李箱的空間非常大 所以你其實光看上面部分就非常多空間了 然後你再打開下面的時候 像這種我們一般的行李箱 應該整個放進去都是沒有問題 它可以躺平耶 你看 我想嘗試一下它前面的那個行李箱 可不可以放下這一個 你們覺得放得下嗎 我覺得放不下 可以耶 等開始變綠就開始充電了 然後你手機上面可以隨時監測到 你現在充電的狀況 然後充電的時間啊 還有充電上限啊 還要多久充完啊 這些全部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現在其實澎湖有一點點熱 所以我們就可以溫度控制 然後直接把冷氣全部都開好 車外26格 車內現在是22度 哇 這邊還會顯示現在在充電 我覺得這個我們等一下在外面開的時候 應該會常用到 因為其實車內有時候常常會太熱 就是因為它是完全密閉的 然後上面會有太陽一直在曬 然後裡面好像烤箱一樣 你其實如果先按這個讓它通風 然後你再開冷氣的話 就讓它有點熱風先散出來 其實速度也有蠻快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次來特斯拉 全天之旅體驗住的民宿 然後這個叫做伊莉莎白田業 整個造型都蠻漂亮的 然後當然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也是特斯拉的目的地充電站 所以你來這邊如果你要體驗特斯拉 或是說你要把你的特斯拉開來這邊 住在這邊都可以直接在這邊充電 我覺得澎湖島的這個尺寸 就非常非常適合開特斯拉在這邊旅遊 因為整個大小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充滿電的話 你應該在這邊三四天的旅遊 都不太需要再充電 帶我到尖三角觀海艇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我們第一個景點 旁邊都是海 我現在幫你拍就超美的耶 真的嗎 後面就是一個很美的海景 然後加上綠草地這樣 好我們現在來測試它的這個純視覺感應 純視覺的意思是說它現在就是只有相機 上次開的那台它還沒有開啟用視覺去判斷距離 所以你就只能單看相機 那前面就沒有辦法 那現在的話它是 除了這個相機之外 它也用相機去判斷它的距離 你看它這邊可以算出這個公分數 然後它其實是非常非常準 特別跟講要停止 這個我們就看一下這樣它會不會感覺到 喔有 它也是有公分 低於30公分它就會叫你停 那我們剛剛有試試看就是 向後倒車然後向前走 它純視覺大概判斷的距離都OK 那其實我們有跟我們朋友阿剛 他有Model Y 他說如果真的距離太近的時候 然後有些東西還是會判斷不到 這個因為可能這個還是算滿明顯的 因為它的高度 畢竟是在我們前面試驗機可以看到的地方 可是如果是低於車頭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困難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還是要 靠自己停車的感覺 那或者是它的這個純視覺的這個距離判斷 也是一直有在更新 所以就等著它進步到那個時候吧 OK 我們下來走一走 現在要下車前 我們就可以先讓它維持它車裡面的溫度 就是晃 security 哇 哇哇哇 The only thing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這真的是超級舒服的 剛剛在這邊停了大概二十幾分鐘 然後我們就是維持他冷氣開啟的狀況 然後一走下來的時候 進來車子就完全不用再經過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就夏天一進車那種 好像烤箱啊 然後在那邊坐一陣子 然後那種汗蒸出來的感覺 超級舒服啊 所有的東西在你的 App 上面操作 都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簡單開 簡單一關 然後你的溫度控制 這邊隨時讓你去調整 我們來體驗一下加速 其實好像5秒左右也是非常快 我覺得還是 我真的是會嚇死 這個速度已經夠 我覺得可以了 在澎湖開特斯拉的自動駕駛了 全是自動駕駛 這邊有兩條 藍線就是自動駕駛 核彈不是全自動駕駛 就是它的看紅燈什麼 那個台灣現在還沒開放 我們現在就到特斯拉給我們的 秘境探險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這一次 我們去到純電之旅的一個隱藏地點 我幹嘛不敢開進來 我幹嘛不敢開進來 想說不可能是在這邊 就這樣嗎 不對啊 我覺得打招呼 是不是真的開出來了 哇 天啊 這是認真的一個秘境耶 嘿 嘿 拿到我們的秘境探險的小禮物 然後這個是特斯拉的保溫品 這樣按一下 開始喝 你好喝這個場景喔 真的嗎 對啊 這是一個gear guy gear guy 然後很多gear這樣 好像在參加什麼實境節目 真的嗎 對 什麼那個 來吧烙印吧 來吧烙印吧 然後我會用這個加熱 加熱完之後 你再幫我把這個logo往下壓 然後會有一個燒焦的味道 然後他會看到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 那時間大概是3到5秒 然後如果太焦就這樣 喔 所以要算好 不然會燒透這樣 他們躲很遠 是因為這個會怎麼樣 沒有他們就是躲太陽 躲太陽 還可以啦 邊邊還可以再更好一點 這邊是整個這樣包在一起的 那邊是包另一面 然後這邊是你只能可以走進來 這邊都沒有人 我們剛去另一邊就超多人的 真的要 要製造一些秘密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要把車換回去了 然後很特別的體驗 可以在這邊體驗開特斯拉的感覺 我也很感謝特斯拉的邀請 現在是真的來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在澎湖開 Model Y Long Range 的感覺 那上一次我在台北開的是Model Y Performance 大家常常在提到就是說 他們兩者的差距 可能是在他們的路感 還有它的隔音的風階聲 他們說好像那個 Performance 的後座 用的玻璃是比較厚一點 車價也比較高嘛 所以他們有一點這種隔音的差距 那我自己開 Performance 的時候 我感覺是還好 它的車窗是這種無框式的嘛 它就是一片玻璃的 那其實任何車只要是這樣的設計 風階聲就會稍微大一點 我覺得這也不是算特斯拉的 唯一有的一個問題 路感的感覺我好像感覺不太出來差別 有人說 Long Range 應該要比較軟 這個比較軟 它比較順一點 可是這個是它單純懸吊的問題 還是說因為它的輪框比較小 它的輪胎比較大 比較可以吸收那個彈力 那上次特斯拉的人也有跟我說 你就可能輪胎不要充太薄 可能也會有點幫助 而如果你真的要非常舒適的路感 就要買到 Model X 跟 Model S 因為它的懸吊是可以調整的 喔 最近的房型都很新 對 這邊全都是在新蓋的耶 而且這邊迷說蓋得白白的 然後前四 就很太陽風啊 對 OK 我們現在終於結束 我們這個特斯拉全天行程 然後現在要回到台北 我們還有大概四十分鐘才能上我們的飛機 然後今天從早上七點多一起來 然後整個行程算拍得非常充實 加上我們想把車拍得很漂亮 所以我們自己也找一些 可能地圖上沒有顯示出的地方 然後去拍車子 然後在太陽下其實 這張拍真的是滿累 不過整個行程我覺得非常特別 就可以體驗到洪湖開特斯拉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也蠻推薦大家可以試著去報名這個行程 OK 好 那我們就回去吧 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問我們 然後我們也還會有另一支在 洪湖開箱特斯拉的影片 大家可以再等一下 OK 晚安囉 大選擇 齡